Cincia这里有个故事 我这边有个案例 这是我一个女读者的案例 其实我这个女读者 她本身是一个卖车 而且是卖名车的业务 那其实她是告诉我说 有一天这个店里面 就走出来了一个男生 一个男顾客 其实她的外表非常地斯文 然后又高大 其实基本上讲 是她的天才的一个象征 她就觉得很有吸引力 那这个男顾客 在跟她几次就帮她介绍车 两个人就有互动 她发现 就是推敲之下 这男生也是告诉她说 我现在也没有女朋友 然后也没有家事 这样子 两个人就会开始暧昧 暧昧了以后 在他们当天 这一次她是卖宾式车的 当天车在成交的那一天 这个男生就开口跟她讲说 既然我们都是男未婚女未嫁 这样子 那这部车 以后我很希望说 这个副驾驶座 就是由你来坐 就是你一个专属的位置 可不可以跟我交往这样子 那女生就是觉得 又是你的菜 蛮甜的 又蛮甜的 觉得这个告白的方式 也还不错 就非常的就是 允诺说 好好好 那我们就交往这样子 那当天的男生说 好那我就等你下班 因为这个车子 也是你成交的嘛 我希望就是你是 第一个坐上这个车的女主人 就带她去阳明山 看夜景这样子 那这个女读者 就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个 金碧辉煌的夜景下面 两个人就开始有一些 亲密的举动 她说呢 这是她第一次 在兵士的新车上面 享受到车证的这个快感 她觉得可以闻到 那个新车的味道 这个新皮的味道 她觉得 那感觉真的非常的销魂 就觉得 这是她的白马王子 好 那两个人呢 在这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有一些地方 她是觉得有些古怪的 譬如说呢 当她在打电话 给这个男生的时候 这个男生 她是从来不接电话 不会说立刻接起来 不会 从来都没有 然后呢 在给她传简讯的时候呢 其实也要到 一段时间以后 这男生才会回她 那回她的话 那个时候问她 怎么会这样子 男生说 因为你知道我事业做很大 有的时候我在开会 我没有办法立刻回给你 可是亲爱的 当你在传简讯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逮到时间空档 我一定会回给你电话 我也不会让你等太久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个男生想说 女生想说也是有道理啦 可能人家就是 事业做很大 也在忙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些蛛丝马迹 就是说 这个男生呢 在跟她约会的时候呢 其实她发现 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 有的时候 那个时间都好奇怪 可能就是10点11点 男生突然跟她讲说 你在干嘛 我才刚加完班 不然我来找你好不好 这样子 那女生就觉得 好啊 很高兴啊 就觉得还蛮甜的 你一下加完班之后 你就想到 我就来我们家这样子 那当然一定就是 大家都在蜜月期当中嘛 就是会发生一些亲密关系 后来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场地呢 就是从她的公寓 就会搬到这个摩铁 这样子 那这个交往 大概半年之后呢 没想到有一天啊 在摩铁里面的时候 门就突然就是 被破门而入 然后呢 就一个女人 就是披头散发 就带了一堆人 就开始来拍照 搜诊 她内心的冲击 就感到非常大 因为她那时候 当下就知道 原来你是已婚的 你怎么会告诉我 说男婚女婚嫌 你怎么会跟我讲出这种话 啪啦啪啦就拍了一堆照片 好 那当然啊 这个原配就会认为说 我今天就是要捍卫我的主权 而且你是小生 你真的是该死 你怎么可以来偷抢我老公 可是这个女生就告诉她说 我真的不知道 你的这个男生是已婚 我实在是不知道 她说反正什么都没有说啦 我们就是法院上见 于是就个别求偿一起告嘛 对不对 这个老公跟这个小生 都是要判赔百万 他就告诉这个法官说 我这个精神压力有多大 我真的觉得每天一类洗面 我觉得我老公就是 心都不在家里面这样子 可是也是一样 因为碍于说 今天就算这女的 她的这个经济独立好了 她还是希望挽救她的婚姻啊 如果今天我的老公就一起告 那老公以后会怎么看我 对不对 所以呢 她会认为说 今天夫妻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我后来还是把我老公给车告 可是就把这个女生要告到底 那我这个女读者就告诉我说 她会认为说 她这个付出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今天坦白说 我今天我是单身 好像我今天被社会定义说 我就是单身公害 男人你今天你就是签字花样 你签了这一个结婚证书 你是不是就是已经有一个合约的制度了 为什么今天违约的人 他没有被受到惩罚 可是我是被骗的 可是我是被受到惩罚的那一个 所以他还希望说 这个故事可以给大家一个形式 为什么这个通奸化是不是要除罪 是不是要告就一起告 要罚一起罚 要撤告就一起撤告 不要罚就一起都不要罚 这个通奸除罪话就难就难在 这个女生如果跟她老公 她老公虽然偷心 可是这个女的如果离婚 就会外面不好看 对 反正外面不知道 再来是这个老公每个月有薪水回来 他买得起那高级车一定收入不错 对不对 然后这个他这个家里的经济支柱各方面 搞不好因为因此失去工作 搞不好这不管还失去工作 搞不好还失去工作 然后还有小孩 对所以当然不能理 就是小三 所以为什么要除罪话 就是说 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数据上 就是说其实呢 男人他犯通奸罪 是女人的六倍 高过女人的 可是问题是说 今天当女生跟男生 你说什么六倍 男生犯通奸罪 男生去 男生外遇 比例比女生高很多 你还要是说 女生外遇可能只有 一辈子只有一个 然后男生会不会有六个 不是这个算啦 不是这样说啦 就是说男生他 你这调查哪来的啊 这么偏偏 是老师给我 就是讲错 五十六个人的意思 就是说 男生他今天他犯这个罪 不要被他激怒 基本上来讲 数据上是男生是女生 犯通奸罪的六倍 OK 可是其实今天 男生跟女生 在通奸罪上面 定罪的 男生是46% 女生是54% 然后只有三成的小三 是得到原谅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省思 就是说 为什么今天 明明都是犯错的人 有的时候小三 其实他还是无辜的 他其实根本没有 跟正宫去呛声 他完全是受害者 可是你却要他付出代价 这是不太公平 是